当地时间15号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在洛恩国民馆为李强总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双方随后举行会谈 中方宣布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 瑞方也将为中国公民和富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李强辞访瑞士既是2024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开端 也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 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访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李强在同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的会谈中表示 中瑞建交74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创下多个第一 2016年习近平主席 瑞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对两国关系发展做出重要指引 中方院同瑞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进一步助劳政治互信基础 发扬平等创新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李强指出 中方院同瑞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 更好发挥两国政府间对话合作机制作用 希望瑞方继续为在瑞中资企业提供开放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瑞方深化 经贸 金融 人文 气候等领域合作 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阿姆赫德和帕姆兰表示 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瑞中关系 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两国经贸投资合作 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加强 瑞方院同中方继续推进高质量双边对话 深化 经贸 教育 金融 科技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推动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在龙年取得更大发展 双方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联合可言 以致同意支持尽快启动正式升级谈判 今年年内举行新一轮中瑞外长级战略对话 金融工作组会议 能源工作组会议 教育政策对话 安理会事务磋商 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加强人文交流 中方将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 瑞方也将为中国公民和富瑞投资的中国企业 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李强乘坐包机 抵达苏黎市国际机场 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等到机场迎接 瑞士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旗下网站 瑞士资讯 以瑞士联邦主席欢迎中国总理为题 在首页位置报道称 瑞士对中国客人给予了特别的欢迎 报道说 瑞士领导人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是很罕见的 而这次阿姆·赫德就是在停机坪接待了来自中国的高级国宾 报道预计进一步增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可能是瑞中领导人交流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 离开机场后 李强与瑞士联邦主席 阿姆·赫德主席共同成专列 自苏黎市前往瑞士首都博尔尼 一路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坦诚交流 据新华社消息稿 双方在专列上进行了查续 现场气氛轻松又不发热情 凸显了中瑞的友好关系 李强表示 瑞士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而且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领先的创新实力 高品质的瑞士制造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欢迎更多瑞士企业富华 投资新业 阿姆·赫德向李强介绍了瑞士国情和沿途各州风土人情 表示瑞中两国人民彼此怀有友好感情 双方合作 历史悠久 成果丰硕 瑞士广播电视集团在报道中形容 瑞方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给予了非同寻常的礼遇 报道还指出 李强在博尔尼期间将会见瑞士联邦政府成员 并在博尔尼附近的洛恩庄园接受军礼接待 中瑞两国代表团还将举行一系列会谈 深化两国经济关系是中心一体 瑞士驻华大使白瑞易接受媒体专访时也强调 李强总理选择在新年首访瑞士具有特殊意义 今年是中瑞自贸协定正式实施十周年 白瑞易大使认为中瑞经贸合作会借此契机 以及李强访瑞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 接下来李强将前往瑞士达沃斯小镇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也称达沃斯论坛 本届论坛以重建信任为主题 于15至19号举行 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要 及2500多位各界代表出席 李强将于当地时间16号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全会 并作为受邀领导人发表特别致辞 英国《泰晤士报》刊发经济编辑撰写的新闻短评 今年达沃斯谁将出席有何期待 佩图为李强总理不出包机 受到瑞士联邦主席迎接 短评细数了多位将出席的政要 称世界政商界精英本周齐聚达沃斯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这次达沃斯论坛年会在几十年来 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召开 有西方媒体将其总结为 四个C开头的英文单词 翻译成中文分别是冲突 新冷战 气候和混乱 国际社会对本次论坛寄予厚望 希望达沃斯成为促进合作的加速器 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展现出的 开放合作态度 无疑是各国与会者都渴望看到的 也是地缘政治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中 最大的确定性和可依靠力量 单理时间1月15号 脑鲁政府宣布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认同中国大陆复交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 国大办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民进党当局执政8年来 已经丢掉10个所谓友邦 这反映了何种历史大势呢 国大办发言人陈斌华十五号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的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我们对有关国家顺应大势 做出正确抉择表示赞赏 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已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所确认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同全世界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愿同脑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在十五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这是脑鲁作为主权国家独立自主 做出的选择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愿同脑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十五号新华社发表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抉择指出 脑鲁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发出清晰的声音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年日来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公开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这是国际社会发出的和平之声 正义之声 脑鲁政府的决定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脑两国将在此基础上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脑鲁自1968年独立后 1980年与台湾地区建立外事关系 2002年断绝关系 改为与中国大陆建交 2005年又反复 这次是脑鲁政府再次提出 愿与中国大陆建交 但正式完成建交流程 尚需要一段时间 台湾市部门负责人指责 脑鲁这次采取了突击式的做法 令他们事先并不知情 根据岛内媒体报道 脑鲁前总统坤洛斯 去年曾赴台湾地区出席活动 并承诺蔡英文政府 要做坚定的伙伴 但她返回国内后 就被议会赶下台 当时就有舆论发出预警 认为与脑鲁的所谓邦誼 存在变数 岛内舆论也质疑 蔡政府的情报系统失灵 当时蔡政府还宣称 脑鲁新总统当选后 双方关系变得更好 没想到令岛内舆论 更跌破眼镜的是 这次台外事部门 再次上演情报失灵的戏码 据报道 他们是通过看脑鲁总统 阿迪昂的脸书 才知道已经被断绝关系 到了上午11点45分 才告诉台当局外事代表 但后者求见脑鲁外交部门 人员时就吃了闭门羹 随后该人员在无奈之下 打电话通知民进党当局高层 募已成舟的事实 台湾外事部门政务次长 田中光宣称 即日起终止与脑鲁外事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撤离外事及技术人员 深入卫士注意到 脑鲁政府在声明中强调 为了该国的国家 与人民的最大利益 将根据联合国第2758号 决议的规定 转向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寻求与中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这代表脑鲁将不再承认 台湾地区为一个独立国家 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即日起 断绝与台湾外事关系 不再与台湾发展 任何官方关系与往来 国民党籍民代王洪威认为 民进党当局的外事工作 有重大缺陷 八年来的友邦 已经断掉了十个 而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民进党方面就将责任推给大陆 实属没有担当的表现 王洪威还指出 在赖清德上任前 两岸情势都会变得相当严峻 恼碌的事只是一个开端 除了外事还有经贸 多盏红灯都已经亮起 剩下的十二个所谓友邦 还能少多久 也是个谜团 这个就是赖清德 你就是自己在逃打 是不是 要继续走正确的路 所以你就要继续走台独吧 要忙干到你 你意思那么明显 人家当然给你下马 我也要不就这样吗 挠鲁共和国是位于南太平洋 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 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 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32万平方公里 挠鲁经济主要依靠磷酸盐出口 发放捕鱼症和外销热带水果 主要贸易伙伴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2020年挠鲁国内生产总值为1.1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87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挠鲁与台湾地区的年经贸额 还不到24万美元 可谓是微乎其微 岛内舆论诟病 台当局多年来 以金元外交的方式 公共所谓邦仪 挠鲁与台湾关系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随着大陆的实力崛起 民进党当局的金元外交早已失灵 近年来 转而由美国施压来勉强维持 但随着美国在这些区域 影响力的持续衰弱 台湾能维持的所谓友邦 将会所剩无几 一张嘴讲完了 现在我们的后果就来了 诺鲁立刻宣布断交 而且难看 而且是路特社先公布的 非常难看 而且你现在 现在你参与文怎么处理 你赖清德怎么处理 坦白说更难看的是谁 是美国跟澳大利亚 因为诺鲁是美国跟澳大利亚 影响力很深的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说 赖清德的这个 他的言行很重要 你都从你个人的意识形态去讲话 你今天做这个位置 像赖清德做这个位置 那我们台湾就有很多事情 还会发生 两岸之间还有很多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也会发生 自2016年 蔡英文上台以来 已陆续有10个国家 与台湾当局断绝 所谓外交关系 分别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巴拿马 多米尼加 布基纳法索 萨尔瓦多 所罗门群岛 基里巴斯 尼加拉瓜 红多拉斯 以及脑鲁 目前台所谓友邦 近胜12个 事先转向朝鲜半岛 据朝中设16号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15号 发布决定 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 朝韩事务机构 那此外呢 朝鲜导弹总局 14号下午 试射了一枚中远程 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该导弹 应搭载高超音速 机动型操纵战斗部 引发外界关注 据朝中设16号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决定 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 朝韩事务机构 报道称该决定指出 近80年来 朝鲜统一祖国路线 是基于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两个制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韩国将吸收统一 体制统一定为国策 与他们打交道 永远不能实现国家统一 另据朝中设报道称 14号的导弹试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 造成任何影响 与地区形势也毫不相关 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 朝方在新闻中提及 不会对周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 较为罕见 与去年底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宣布与韩国的关系 不再是同一民族的关系 韩国是主要敌人的最新论述 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 朝中设报道透露了这次试射 包含高超音速武器的内容 据称朝鲜导弹总局 主要验证了两项内容 第一项是中远长级高超音速 机动型操纵战斗部的 滑翔和机动飞行特点 第二项是新研发的 多级大功率固体燃料发动机的 可靠性 分析认为这两项 都与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相关 而首次验证试射高超音速武器 就获得圆满成功 也值得关注 朝方为啥专门强调是固体燃料的 中远程弹道导弹 也就是说 我这个不光打得远 而且是固体燃料 这样一来的话 在发射准备方面非常容易 在接到命令的时候 迅速就可以进行发射 因为它平常就是处于战备状态 同时呢 朝鲜说 携带的战斗部 是高超胜速的弹头 这个呢就意味着 图防能力更强了 朝鲜于去年11月进行了 可用于中远程弹道导弹的 第一级和第二级固体燃料发动机 地上点火试验 时隔两个月 朝方就将相关技术 应用于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 朝中社还套路了 这次验证试射的 高超音速武器的射程 称其为中远程级弹道导弹 这显示其射程近于3000千米 至5500千米之间 韩联社在报道中指出 平壤距离关岛的距离为 3500千米 距离阿拉斯加约6000千米 而高超音速武器 在攻击阶段 具有10马赫以上的飞行速度 拦截难度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也有自己的 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计划 主要是基于 玄武5远程弹道导弹 整合欧洲技术 但按照韩国国防科技研究所的计划 韩国国产高超音速武器 最早将于2024年进行首次试射 这意味着 目前韩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进度 已经落后于朝鲜 这也是去年 韩国在与朝鲜的军事间谍卫星 发起竞赛中 处于下风之后的再一次实力 对于朝鲜首次试射高超音速武器 每日韩再次启动应对机制 14号 三国负责朝鲜事务的技术官员 举行了紧急电话磋商 期间共享了朝鲜发射的相关数据 及评估情况等情报信息 每日韩三方还谴责朝方的验证试射行为 并宣称 威胁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三国还称 朝鲜越是挑衅 每日韩安全合作的力度将越强 而朝中社事务号也发评论 指责韩方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军备呼吁 加剧了东北亚紧张局势 朝中社评论称 即使是一点火花 也可能成为两个最敌对国家之间 大规模肢体冲突的催化剂 敌对国家是金正恩去年底视察一家 重要军工厂时 对韩国的最新定义 他当时还强调 对韩关系的重中之重 是强化国防自卫力量和核战争遏制力 而在更早些时候举行的 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会上 金正恩还说 已经对朝韩统一不保希望 对于朝鲜对韩国政策的重大修正 韩国国情院前第一次长 韩基范在韩国中央日报发文分析指出 朝方转变对韩政策有三个理由 其一是韩国追求吸收统一 换言之就是吞并式统一 其二在朝方看来 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 或者附属国 缺乏政策独立性的基础 最后朝方在核武器试验成功后 以拥合国家自居 韩基范认为 朝方修改对韩政策 将令韩国社会陷入 适战适合自己选的框架 他建议韩国政府 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进行对话合作 管理和平 在朝鲜市售弹道导弹之际 朝鲜外物巷的访俄之行 也备受关注 当地时间15号 朝鲜外物巷崔善机 抵达莫斯科 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俄方当天表示 计划与朝鲜发展 全面伙伴关系 期待两国外长的会谈 取得成果 当地时间15号 朝鲜外物巷崔善机 抵达莫斯科 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15号表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16号与崔善机举行会谈 不排除俄总统普京 也将与崔善机进行会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此访是崔善机 自2022年6月 担任朝鲜外物巷后 第一次单独进行海外出访 预计崔善机将与拉夫罗夫 探讨国际新形势下的 合作与应对 以及建立互动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此外 双方是否就武器贸易 以及普京访朝事宜 进行讨论 也备受关注 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 普京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访问朝鲜 具体时间将会通过 外交渠道进行商讨 俄罗斯计划在所有领域 与朝鲜发展伙伴关系 各个层面的对话 将继续进行 这些计划 我们期待很高兴设计划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热宾 亚历山大热宾表示 两国外长可能要谈论到的两点 一个是在持续被制裁的条件下如何建立并扩大的合作 如何利用这方面存在的所有机会 第二点是要密切关注印太地区的局势 考虑在实践中如何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准备 近期朝俄两国高层互动频繁 去年9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两国首脑会晤期间讨论了多项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 并达成协议和共识 10月金正恩在平壤会见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双方就依靠政治及战略互信 主动应对地区及国际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 俄朝走近之际 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多次发出指责 在谈到俄朝关系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当地时间14号晚在电视节目中指出 西方满意也好不满也罢 莫斯科有权做任何我们认为合适的事 他说俄方尊重国际法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正在与合作伙伴发展不同领域的关系 对于近来持续紧张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曾在12号表示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 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朝政策所致 美西方的制裁和军事活动 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形成威胁 自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 但并未奏效 当地时间1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经济跃居世界第五位 普京说尽管我们面临各种限制和困难 但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俄罗斯经济已成为欧洲第一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5号 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创下新记录 达到1559亿美元 按实物计算 储备量增加约35吨 此前有报道称 俄罗斯财政部将于2024年1月15号至2月6号 根据预算规定出售价值691亿卢布 约合7.88亿美元的外币和黄金 朝鲜外相崔善基 本次访问俄罗斯 是俄朝密切互动的最新的一环 那回顾一下 俄国防部长刷一谷去年7月访朝 金正恩亲自带他去参观了武器展 那去年的9月 金正恩访俄与普京见面 那一个月之后 俄外长拉夫罗夫访朝 受到金正恩的接见 而俄朝合作让双方明显都获得了利益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因此本次朝鲜外相反俄 很有可能扩大军事合作范围 那至于双方谈的怎么样 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就是本次的普京 是否会见催战机 如果会见 可能为普京访问朝鲜 是铺平道路